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指数最高是两万两千四百三十九点三一点 但盘中买盘力道是相对无力 鸿海 联发科两大全职股收黑 台积电相对撑盘 尾盘是上涨四元 而台股中场是下跌三十二点九九点 收在两万两千两百三十五点一点 交交值是来到新台币两千八百六十一点九四亿元 好 被誉为半导体业界的奥林匹克 セミコン台湾2024即将在四号正式登场 周一举行展前记者会 尤其今年多位业界大咖起聚 大师论坛就邀请包括台积电 以及三星机体高层到场 日光执行长吴田玉认为 亚爱产业具备机会挑战 台湾业界要改变心态 与国际大厂广结善缘 被称为半导体业界奥林匹克 セミコン台湾2024将在九月四号登场 首日大师论坛邀请到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 及共同营运长米玉杰 日光执行长吴田玉和三星电子记忆体业务 与Google高层四大半导体大咖同台 全球A咖大厂将齐聚台湾大秀武功 今年汇聚超过一千一百间厂商 使用三千七百个摊位 预计将集结超过八万五千名产业人士 行项主题二十多场技术论坛 三百六十度拆解半导体技术 彰显台湾科技领先地位 尤其今年汉系业者韩敬来台 三星SK海力士高层齐聚 你选择正伙伴 你赢的机会会大很多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硬体在云端在边缘装置 会变成所有机会的瓶颈 因为AI带来的影响有那么深远 那么重大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 跟所有政府的参与 只会加剧 不会减缓 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认为 AI影响的不只有ICT产业 还包括国防资安和金融各面向 如果没有赶上AI浪潮 与大国落差将越来越大 日期地缘政治介入只会越来越多 而云端 终端硬体可能成为发展瓶颈 呼吁台湾产业界要看清 优势劣势 更要广结善缘 Semicon今年也将举行 一系列论坛 热门的细光子 3D IC COMAS面板级 散出型封装等主题 以及HBM DRAM等领域 都将成为业界焦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 吴贯林林家伟 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好 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 台湾金部长郭志辉受访透露 台积电将在日本新建第三座厂房 而第三厂将专为尖端半导体而建 预计将在2030年之后 而消息是立刻成为产业焦点 不过 志辉周一在台湾受访 表示有关台积电的设厂讯息 以台积电说明为准 第三场我认为这个不会是我们可以这么快关心的议题 我想谢谢媒体朋友大家这么关心 不过我不能够替台积电来决定 他们会不会在那边设第三场 因为这个完全是台积电自己决定的这个事项 所以我们先设立一个服务公司 然后再帮台湾的厂商能够要到日本去的话 快速落地 我会在拜访日本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些投资的这个项目 跟这个日本能够合作的项目 也都紧锣密鼓 国志辉表示 政府将在九州设立公司 服务台厂在日本快速落地 未来还将再次前往日本讨论投资合作 目前观察还是集中在九州地区做发展 当地发展具备条件 也表示台湾厂商在日本投资主因供应链的关系 台日合作有加成效果 国内半导体设备业者 零组建业者地位更加重要 加登与加售二号举行媒体交流会 董事长邱明前大谈产业看法 尤其后端制程重要性抬头 也布局COAS相关传载解决方案 Semicon台湾半导体展本周登场 台湾多家半导体设备业者 大受市场清迈 国内光照龙头厂加登 董作邱明前指出 先期封装是光维影最后一里路 后段制程就是摩尔定律 延续重要命脉 现在是台湾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里面的黄金期 谁有能力抓到这一个市场研发的新机会 谁就有机会 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这个行业的指导者 谁能帮3D封装 在这一块遇到的新挑战 跟着我们的大客户一起来解决 加登今年一到七月营收三十八点一六亿 年成长百分之三十七 去年上看七十亿元 明年有机会挑战百亿大关 不仅拿下全球光照合实战七成 机子外光光照合实战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尤其扣瓦斯等2.5D3D先进封装成为热门话题下 加登早已布局前段后段载具解决方案 有望成为后续营运成长的新动能 加登在美国市场将与大型IDM公司合作 取得先进封装订单 同时子公司加齐投入研发散热技术 已经进入认证阶段 尽管景气传出杂音 但半导体领域依旧正面看待 秋明前认为从水电土地人才需求来看 台湾要维持竞争力 发展高阶制程 海外厂区最适合地点 日本条件相对欧美优异 加登日本酒流米厂将在2026年首季完工 成为主要扩厂投资重心 新展示高江的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台积电i米级A16制程 预计到2026下半年量产 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 手臂客户已经出现 除了台积电长期的大客户苹果公司 还有AI指标企业OpenAI 据了解OpenAI是积极设计 开发自家的ASIC晶片 先前就有消息传出 OpenAI是计划与台积电 洽谈建制专用的晶圆厂 不过现在传出OpenAI是改找 博通以及麦威尔等美商合作开发 由于博通和麦威尔 也都是台积电的长期客户 根据晶片设计 预计陆续将在台积电 3奈米家族与后续的A16制程 投片生产 外媒路透报道 英特尔执行长 季辛格和高阶主管 未重振公司 预料本月稍后 将向董事会提出计划 提议拨除不必要的业务 并整顿资本支出 包括出托旗下Altera 以及暂停或完全停止投资 320亿美元 在德国马德宝的建厂计划 华尔街日报报道 投资银行高盛 将在全球裁员超过一千三百人 约占高盛员工总数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英国媒体披露 受中国内需低迷影响 中国将过剩产能 出口到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家 预计2024年钢材出口量 将冲破一亿顿 创下2016年以来新高 柏林消费性电子展 9月6日至10日 于德国柏林登场 今年聚焦AIPC 英特尔展前会 推出新一代AIPC处理器 高通执行长艾蒙 今年也将出席 市场预期 高通今年八核心版本 骁龙X平台 有望亮相 可能是更精简化的 平价处理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好 新清安带动台湾 房地产市场 做使台湾各大银行 不动产贷款余额 接近银行法规范上限 或内部警戒值 要导致许多民众 申请贷款卡关 总统赖清德 近日接受专访时重申 没有所谓现代令 认为各银行因这件事情过当 签约了 首次购物了 就要给人家 而今天一早 央行是找来20多家 银行总经理开会 央行指出 经过调查了解 目前银行房贷市场 有五大状况 像是审查期间拉长 利率拉高 贷款陈述下降 盘对拨款 以及暂停收件 央行总裁 杨金龙呼吁各银行 在可贷额度变少下 需要将有限资金 引导到有正常贷款需求者 像是无自用住宅 首购族 都根围老 厂房自建等正常的资金需求上 善尽社会责任 而会中有业者提及 首购族仍持续增加 或者是动工兴建 都会让不动产放款占比 短期降不下来 央行也表示 可以理解并接受 台湾各大银行 不动产贷款额度 接近满水位 不少民众反应 难以进行房屋贷款 我们请教房产学者 景文科大副教授张定轩 而这波房市不断地走高 使得央行不得不出手 不过政府又强调了 没有所谓现贷令 您怎么看国内市场现况 原则上来说 这次的确不是什么现贷令 因为所谓的央行请喝咖啡 在货币政策上面 我们叫做道德欠缩 但它会不会有影响力 它既然会被视为货币政策 通常来讲 只要不是太为难的事情 尤其是国营的银行 对于央行所谓的道德欠缩 大多数都会配合 那问题是说呢 就银行它经营来说的话 它一定是尽量的去把它 能放贷尽量放贷 去冲到买水位 那所以它现在突然间 想去配合央行的时候呢 那突然间去压慢 它的放贷的速度的时候 才会引发民怨 但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状况是 央行这次它这个动作 不只是邀急了很多行过来 你会发现它 这是所谓的央行喝咖啡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它邀很多的媒体过来 来看他们这个线上 所以央行是想要让社会大众了解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央行放任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样继续乐下去的话 那会到达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房市会大到 我们银行体系的 复合不起的程度 OK 那尤其是 这次所遇到的是 银行法722条 它是个填条 你不可能说 也就是说万一真的 就一路的让这些银行 一路冲业期冲到底的话 那到时候呢 真的很多银行都碰到 722条的这个上限的时候 那就会遇警方的房市 这种雪崩式的影响 那这个问题是银行法的问题 所以央行他也没办法透过他行政措施 去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等于是说 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他等于是把银行叫过来 以油水当失无水之苦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该换期比较长了 请大家节约用水 那其实大家有忽略呢 其实央行还有提示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东西 民生用水优先 也就是什么东西呢 他希望银行能够最首购的部分呢 得优先做放贷 那所以这次就算呢 央行就说呢 也不用这么配合啦 那大家呢 该放贷还先放贷 但是我们接下来 缺水的问题什么存在 也就是很多银行到明年的时候 很可能他就会陆陆续续都逼到呢 72条的上限的时候 这个问题什么存在 存在也就是我们没办法当这个房市 以这种速度再这样热下去了 OK 那当然对后市来讲的话 你就知道 推动的力道慢慢慢慢慢慢的 还是会有受到影响会减弱 就是他必须要降温 不是现在降温 那也是以后要降温 就是看呢 是现在我现在央行呢 要求各个银行的主动去降温 还是以后呢 大家都碰到72条条的上限之后呢 被迫去降温 OK 那大家也了解到 这个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态 跟呢 对于银行铺险上的管理 你根本不太可能去要求立法院 去修改72条条 去把这个上限提高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 几乎是无解的 就是缺水的问题 就缺资金的这个问题 几乎是无解的 那对房市未来呢 有办法用这个速度去推上去 那这是有很大的疑问了 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呢 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地主投资主 或者是建商也好 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成本呢 在抢地了 在列地了 那所以呢 这些地呢到时候要怎么去除情 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 他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问题是现在要发生 还是呢 明年要发生 但是迟早大家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了 我们没办法那房市呢 用这种速度呢 继续在乐亚区 这已经超过了 我们目前银行体系呢 能够超 能够负合的一个上限了 我们谢谢张教授的分析 但刚今天的产业动态 美国亚利萨纳州商务管理局总裁 二号向媒体证实 台积电亚利萨纳州第三座晶圆厂 已经开始动工 另外第二季 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产值 即增百分之九点六 到三百二十亿美元 其中世界先进 排名上升至第八名 国内六都八月份 买卖移转动数数据出炉 交易量一共是两万四千五百二十七栋 虽然月减百分之七点六 但年增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创下近十四年八月的同期新高 而凯基金控今天召开法人说明会 总经理杨文军历时八年之后 回任金控总经理 他表示呢 将提出长远稳定的鼓励政策 给股东 好我们另外来关心 前交通部长李孟燕被曝婚外行请辞 新任交通部长陈世凯 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他强调会做同仁最坚实的后盾 而面对外界质疑没有相关背景 他说呢 沟通协调与领导是最关键能力 接下硬性 陈世凯正式就任交通部长 面对外界质疑 四十七岁的他 年纪轻没有相关经验 陈世凯自嘲自己是中年大叔 并举例连阵 叶菊兰等三人 也是相对年轻就当部长 允论会做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交通部大家应该也理解 他的业务范围非常非常广大 懂轨道的不一定懂得空运 懂空运的不一定懂得海运 作为这个部会首长 最重要的关键的能力 我认为是沟通 我认为是协调 那我认为是还有领导的能力 陈世凯曾担任三届台中市议员 今年大选期间 担任赖清德进办发言人 随后出任行政院发言人 跟随院长主荣泰开会 视察对交通业务并不陌生 如今接下重担揭示首要任务 总统所揭示的台湾希望工程 这个部分我们是最首要的任务 那对于未来的 这个所谓的人本交通 跟便捷台湾的这个方向的努力 是我们首要要为人民所做的事情 当然大家最近也很关心观光的问题 昨马上任观光条件不少 疫后民众风出国 台湾旅宿业住房率上半年 较去年同期下滑3% 花莲更因为地溅 台风受到重创 另外针对业界力促开放 两岸观光 陈世凯回应 台湾递出橄榄枝依旧 但中方仍没有全面开放迹象 我们今年到中国 大概已经有158万人次 那中国来到台湾只有22万人次 这个其实是相当悬殊的 从观光室上 再到台铁票价是否调整 陈世凯回应 台铁要思考永续经营 票价29年没有调整 的确需要检讨 扛下部长重担 陈世凯强调 交通部从来就不是依靠单一部长专业 而是6万1000多人的专业团队 并请免在下次交接典礼上 能细数交出的成绩单和服务力民的政策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江维赵婷玉 台湾台北报道 下节新闻重点推迟宣布 对中301关税决定 美国贸易代表属表示 未来几天将会公布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带靠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中共警告日本可能对新晶片限制 采取报复行动 休时报 香港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新世界集团警告 预计今年将出现20年来首次年度亏损 华季日报 科技巨头冲突 西股就贺锦丽与川普产生分裂 日本产经新闻 半岛地公司凯霞空股销售额 创下历史新高 预测2025年3月达到1.6兆日元 好上周五 美国拜登政府再次推迟宣布 美国对中国关税的最终决定 涵盖电动车 电池 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等 而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第二度的推迟宣布 发言人表示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最终决定 原先美国政府预计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百分之五十关税 对锂离子电池和关键矿物 钢铁 铝 钢口起重机和注射器等 征收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原先预计在八月生效 下节新闻重点 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 琼丽芯片玛丽亚 全是传奇与高音卡拉斯 就细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但你看到 久没有推出新片的好莱坞影星 安吉丽娜·琼丽 最近在电影《玛丽亚》中 饰演已故歌剧歌手 玛丽亚卡拉斯 而为了诠释好新角色 琼丽还花了七个月进行歌唱训练 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琼丽 久违的卫星片的全球首映 走上红地毯 琼丽在智利导演帕布罗拉瑞恩 指导的《玛丽亚》中 饰演歌剧历史上最伟大的 女高音之一 歌剧女王玛丽亚卡拉斯 电影描述卡拉斯在巴黎的 最后时光 并回顾她高低起伏的人生 1923年诞生的玛丽亚卡拉斯 是希腊裔美国人 几乎透过一己之力 复兴了意大利传统内声歌剧 带起了贝里尼和罗希尼作品的复兴 更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高音 1958年首次在法国巴黎的 电视直播演出 成为了历史上最经典的表演之一 除了众多名流出席 更有三千万人 透过电视直播观看 导演拉瑞恩表示 电影中卡拉斯在巅峰时期的声音 有95%来自卡拉斯的原始录音 只有在晚年时 才大部分是筹力自己的声音 而为了让自己的歌声 达到更高的层次 球力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进行歌唱训练 他也踏上卡拉斯曾多次演出的 斯卡拉歌剧院舞台 导演拉瑞恩还表示 他是听歌剧长大的 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鼓励人们探索 歌剧这种艺术形式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清玉综合报导 来看明天九月三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南韩公布八月的CPI数据 美国公布八月的制造业PMI中职 台北101举行董事会 另外是星光金控法人说明会 以上是九月二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守闻童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